拍不到,攝影看不見 拍一看,而且鼻太小 反光應該很少 反光也是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碰到水座,動靈台,或是碰到平靈 碰到平靈,只要碰到時候,方向作為了 或者是力道夠了,他就可能造成反應 他在仔細去思考,為什麼反應 假設我今天這樣看的思考 是譬如說,氫跟氧反應,生成什麼 生成水啊 生成,H2O,對不對 他要怎麼樣變成,我們來看看他分幾個 這是氫跟氫的融合 這是氧跟氧的融合 這是水的融合 他應該怎麼做什麼事情 他碰撞,怎麼碰撞的融合 他怎麼樣碰撞,或是怎麼樣的處理 要把氫的箭撞掉 要把氫的箭撞斷,對不對 最起碼你要把氫的箭給撞斷 啊氧就不用撞斷嗎 有 雅你要撞斷,對不對 所以你要撞得夠大力,大力到把氫給撞斷了 所以氫都被撞斷的時候 然後氫就可能變成氫離子 因為你同時也不可能 當然有可能,兩個同時帶電 擁有機的電池 它是變成一個,獨立一個原子的情況 大部分情況事實上 電池會偏到一邊去 一邊帶進去,一邊帶進去 對,這只有骨頭的 羊也是一樣,羊被切斷了 可能羊也帶惡症,一個是帶惡腹 你會想說,羊怎麼可能帶惡症 對,羊不可能帶惡症 正常的羊不可能帶惡症 但這個,這個情況就是它被撞斷在那裡傷 那變成在這邊 所以它就變成帶惡症了 那自然的,正負電會向C 正負電會向C 它就會吸引兩個氫 它就會吸引兩個氫 那就組合成兩個氫 氫就會跟氫結合了 讓氫已經在氧肥了 好,氧肥的氫 那剩下你兩個水分子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一定要撞撞,撞撞軟 那個過程那一傷啊 是讓你原來的分子就變成一個離子 因為它被帶進離子 然後很快的組合成一個穩定的分子結構 那為什麼會組合 會不會組合成 因為組合成氫分子跟氫分子 會不會 有 對,就在撞斷之後 再重新組合之後 會不會又組合成氫分子跟氫分子 有可能 我們不能絕對說 全部都變成水,不可能 一定有部分用回來氫,一部分用回來氧 但有更大部分能喝到水 為什麼更大部分能喝到水 比較低能 比較穩定 比較穩定 那能量比較低 在素額上有人說 比較穩定的結構 或者是放熱反應 這叫放熱反應 因為它能量放出來了 然後它比較穩定 它放熱出來了 某種程度在講 它說這邊的化毒味 比真的化毒味低 那這就是一個新的名詞 化毒味 可能它那個名詞 為什麼叫化毒味 這就是 化毒味的問題 我們 有時候我們在發音一些名詞的時候 我們就會 不見得是要怎麼去發音 就用一些比較 有錢人用過的名詞 其實這個東西叫做 潛能 或者有一個叫潛能 潛能就是潛在的能量 譬如說 這是分泌裡面有沒有錢人 有 有 它有什麼潛能 它可以 蛤 沒有 那這個分泌 我先拿這個分泌放在這邊 這有什麼潛能 可以掉下去 掉下去 掉下去它那個位能 這個位能是潛能 它存在這個狀態 但是如果只要釋放的時候 它掉一下位子差 就是釋放出一些能量 它們別的潛能 它會少 它可能是化學潛能 它間結打斷的時候 可能會放出能量 所以另外化學潛能 對不對 所以潛能通常有值的就是意思 但是我們有時候把 翻譯 這很直接嘛 這叫位能嘛 所以位能是個潛能 所以我發現 這個翻譯這個名詞 是不是直接把這個概念拿過來用 就用化學 化學位能的方式來表示這個意思嗎 你的中間化學能 中間的變化量 釋放出來就叫化學位能 所以 水的化學位能 就比它們化學位能 低 這樣子 對 它這個 放著 那我們既然知道這個事情之後 我們可不可以想像一下 假設有個反應 假設有個反應 我們先注意一下 A B O O O B B 然後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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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加 B 剩這兩個心目死 你認為這個東西都不容易? 不容易 為什麼? 因為... 中斷有機率比較大 中斷有機率比較大,對 中斷有很多根就不容易了 對,它還要抽屜中斷才吸到 對 對,這個東西相對來講是比較不容易 因為它同期要中斷很多根間結 所以,這個反應處你會不會很快? 很慢 就很慢,因為它機率很低 我們中斷來講,你要碰到才會反應 可是它如果碰到這邊不行 中斷這邊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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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必須... 欸,我必須有機會通過五根 我才能夠反應 那像是來講,這東西是個說法 我們如果同期要碰到它的劍越多了 這種反應處就越慢 可是酒精的劍看起來就蠻多的 對 超過的就很不壞 可是酒精的劍它是讓手破壞一個喔 酒精的成本是什麼? C2H5OH C2H5OH 對不對 好,它主要是 C2H5OH C2H 對不對 這邊都是H嘛 對不對 事實上它在撞起的時候 它撞起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動成反應 我撞一撞那一根 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癢 可以變成... 就會變成... 就會變成... 就會變成H多喔 因為它叫性能癢 性能癢就會反應那H多嘛 這時候方斷能量去撞斷這個東西呢 就去撞斷就好 它的能量會持續放出來 它只要有機會順便把一個帶著 那它這個不是酒精啊 它變成C2H4OH 它可能它帶一個... 帶一個負電 這時候它就變新的... 這叫做中間元素嘛 中間分子 它在反應過程當中 它反應就會形成很多中間分子 它不是... 碰...碰...一次到位 不太可以一次到位 它會形成一些中間分子 在反應過程當中 反應會形成一些中間分子 就像我剛剛講 這個... 這個都是中間分子啊 會叫中間粒子嘛 它反應過程當中 它突然變深層了 一瞬間產生 甚至這個懷孕 都有可能在反應過程當中 形成O3有沒有可能 對不對 這個氧先變另外一個氧分子結合了嘛 它形成一個O3 有沒有可能存在 是有可能存在 這都是中間分子 但是中間分子 因為它不穩定 所以它很快又消失了 它非常快又消失了 所以這是一個過程 所以 在反應的時候 我們可以很直接看到 你的靜越多的話 它越...越...越... 它需要整天的越高 OK 好 那它有什麼情況之下 會影響快速反應 會影響這個反應助力 它有什麼情況 他好像講 風度跟咖啡 風度 風度 好 我先吵風度 好 那風度怎麼對反應照理 速度的影響 越熱它就自己動作越...越越激動 好 越熱的時候 它就越激動嘛 震動頻率越高嘛 它被...動起的速度也越快 所以它本身產生的動能就高了 它本身動能就很高 那另外原因是 譬如假設 假設這是一個原子核 你的電子在外面罩 正常來講的話 它這個原子可能是有這麼大 但它溫度增加的時候 它原子核有可能會變成這麼大 為什麼 熱上冷座 熱上冷座是一個說法另外 因為它都在動 所以它可能會變大 比較適合的說法是說 因為電子能量很高 所以電子的 就像這是一個地球 上面很長遠去 人道會現在繞 如果這能量會越高 它是繞的軌跡就會越大 它的位能會怎樣 你再去做那個新的 新的電子雲的位置 電子雲的位置 因為電子不會載入軌跡 電子是一個範圍 這個原子裡面的能量會越高 它電子像這樣 每個電子的能量會越高一點 標準的表現就是它的位置會變很大 它的位能會增加 位置為能提升 對 什麼叫做為能提升 簡單來講 什麼叫為能提升 變高 變高對不對 這是地球 我從這個表面拉高的距離 為能提升 有提升 想像一下這是A物質 這是B物質 兩個放在這邊 總法A物質不中 B物質還要這個距離 那這兩個的位能 這一組 的位能比較大 還是這一組的位能比較大 像那個位能比較大 像那個位能比較大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 只要兩個物質距離beta 它一定有增加一些位能 增加一些能量 所以想放在角度上 我給它一些能量 這兩個物質就這樣會被拉開一點 它的可以運動的上能就變大一點 這是原子的概念這樣 所以當我給能量的時候 當我給了熱能之後 給熱能 我熱能給進去了 是不是我的原子變大了 相對來講 我每個分子的間解 我本來輕跟輕的分子是這樣子 我給了熱能的時候 熱能跟輕可能變這麼大 哪一種你打斷 長的 長的容易打斷 對 這是另外因為溫度 造成它反應速度的改變原因之一 所以除了它撞起速度越快之外 另外分子間的間解改變的也 造成它反應加速的原因 那還有什麼原因 熱為什麼熱還要改變 啊 都講了 大概這幾個原因 濃度 濃度 濃度也會 等一下我們先把熱講 那熱的改變 假設這是一個發覺反應是 A AB加CD 變成 A C加BB 這是一個發覺反應 它是一個可力反應 好 那我今天加熱的時候 想要反應平和會 我們說平衡 平衡 平衡意思就是說 在這杯溶液裡面 在這杯水 這杯裡面 我先加了AB進來 我再加了CD進來 它會分散進去之後 欸 沒多久 除了AB跟CD 突然還會看到 AC 跟VD 有出現的 對 這杯為什麼 好像會有一些會打斷 打斷 打斷是跟V7 欸 現在AC 打斷是跟VD 那這時候 AC跟VD 也會 碰撞的關係 又回來 AB跟CD 對 所以它可力反應嘛 那什麼時候叫平衡 什麼時候叫做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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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叫平衡 我們 欸 開始反應了啊 四個 四個元素的數量 呃 四個 分 分 四種分折的數量 呃 比較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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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比較固定 就是說 AAB AAB跟CD VD的數量越來越少 濃度就越來越少 VD的數量 濃度就越來越少 濃度就越來越增加 增加在一個情況之下的時候 它們就不會再變 不會變的原因是 它們不想撞了 還是別的原因 還是別的原因 呃 因為撞不到 撞不到 撞不到嗎 撞不到就不再撞了 就不會再撞了 應該是還會撞 只是說 在這個溫度下 它就只會撞成這樣 應該這樣 應該這樣 我們就只要做動平衡 沒問題就是可以可憐 對 可憐 動平衡的意思是說 這時候呢 A B撞到 產生 A C 加 B D的 情形 的機率 恰好等於 A C 跟 B D 撞在一起 產生 A B 加 C D 的機率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時候 它就平衡了 這樣說很怪 這樣很怪嗎 這樣說很怪 怎麼說 因為應該你要說的 就是生成速度 而不是 撞到幾個機率 呃 撞到幾個機率 撞到幾個機率 生成速度 沒有太直接的關係 OK 生成速度 是比較好的說法 對 容易 就是 A B 跟 B 型 跟 C D 撞在一起 生成 A C 加 B D 的機率 的 的 的 狀況的速度 恰巧等於 A C 跟 B D 狀況的 A B 加 C D 的 速度 是成怎樣 如果我們講一個 反應速率 是這樣子 它是等於 A 消失的速度 就是這樣 1 這樣可以接什麼 我們要加那個 流塔 R就是什麼 R是速率嘛 對不對 速度 就速率啦 速率 它消失的量 A B 除以時間 它正常來講 如果熱靈平衡 會等於 Delta B 除以時間 Delta T 也會等於 Delta C 除以Delta T 也會等於 Delta T 除以Delta T 我這邊用中光符的意思是什麼 濃度 代表濃度 代表濃度 這是一個 化學的說法 比如說 默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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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答應 默素 是小的嗎 這邊有時候我們用一些 符號 因為 未來慢慢進入理論的 範圍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更多的符號 所以要慢慢習慣這些符號 這個代表 默濃度 以默濃度的意思就是說 每公升級默 好 Delta代表一個差 時間差 時間差 為什麼這邊是負能 那邊沒有負能 這個 一個是消失 一個是增加 當這個東西相等的時候 它就表示它已經 平衡了 它的反應速率是平衡 所以在我們畫的鼓來看的話 這樣 這是反應速率 一開始呢 這邊的速度快一點 假設真是RA 真是RV 一開始是RA比較快 還是RB比較快 對啊 RA比較快 因為 這邊是沒有 這邊都沒有 就不會反應 所以RA是很快的 可是R要慢慢慢慢 就變成 固定了 對 那同樣的 RB本來是沒有的 它慢慢的變增加 它會是相同 所以到這個地方 這條線的時候 就叫做平衡完畢 已經平衡了 發流平衡了 平衡會不會代表說上面不反應的 不是 而是 重平衡 對 重平衡 它的反應速率降成 OK 好 那 痾 雖然不知道可不可以 講這個 溫度相講 是 溫度的影響 算假的 喔 我要講一次 那溫度的影響 溫度的影響情況之下 那到底改變什麼 AAB加CB的反應速度變快了 那是不是 喔 這邊多一點 是這樣嗎 沒有問題 對嗎 兩個多一點 兩個多一點 那如果在圖形上 會怎麼表示 你有沒有想看 這怎麼表示 不一定吧 你要看溫度影響來比較多 假設現在是溫度影響蠻多的 那有一點 誰比較多 欸 假設這是一個沒有放熱的反應 是一個就是正常的反應 沒有放熱 也沒什麼放熱 沒什麼吸熱 那純粹兩邊同時之間的話 它可能會變成這樣 平衡速率會在這邊 它的一開始 它會變得比較大會一點 那同時間 這個會變成這樣 所以它平衡時間是差不多的 同幾乎也是會同時間 幾乎同時間是在一個平衡位置 但是質量的反應速度 重平衡會變得很快 這個動平衡會變得很快 很快過來也很快過去 所以實際上是沒有改變的 平衡的結果沒有改變 所以 A濃度 B濃度 C濃度 D濃度 最後還是沒有改變 但是 熱的影響 假設這個東西沒有放熱反應 或是C濃度反應的時候 是這個樣子 但是萬一這個反應是一個 放熱反應 萬一它是有放熱反應 那會變成這樣 我增加溫度 我增加溫度 我增加溫度之後 它的平衡 它的反應 是 它的平衡會是很安心嗎 它應該會變得很快 也是一樣 到最後 四個濃度會一樣 我覺得 爪 還是很不一樣 它放熱反應 那我現在先加熱 再加熱 反應會比較靠右邊 還是比較靠左邊 就比較容易反應 過去那邊 它是比較不容易反應 假設動平衡 就知道最後都是動平衡嗎 可是我現在有加熱 就這個反應來講的話 它會 假設我今天平衡的時候 這邊是 AB的濃度 它感覺是半塊的 怎麼開錯的 這樣 它 它可以無限深熱嗎 無限深熱 因為 那左邊它沒有多給什麼東西 它就可以深熱 左邊沒有給什麼深熱 左邊的意思 這個 我們先不看加熱的意思 沒有看加熱的意思 就是說 我這個反應它就跑熱出來 熱就跑出來 熱就跑出來 熱就散失了 那熱散失完之後呢 它就是跑到大氣裡面去 不見了 那知道這個反應 實際上是 嗯 不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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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會不會形成一條線 真的來講 這種反應是不會形成一條線的喔 會形成右邊嗎 它可能是向下 或是向上 就是 因為它是放在反應 所以相對於兩根熱 後面會給過來 會給整體做成一個影響 然後給整體的影響 但是我們先不考慮 這個影響 如果假設這個熱 大部分是三到達氣裡面去的情況下的時候呢 那它是什麼心情 它是 它是就還是有平衡 可是如果這個熱 我們這邊就給它加熱 我們這邊給它一個加熱的情況 那它會 那它會 強裹它 大部分反應 還是 造成它不容易反應過去 會使用變長 不會吧 應該會容易進向右邊吧 會進向右邊 還是不容易跑 你們剛剛兩個不一樣 對 一個是比較不容易跑 一個是跑過去 還是會容易跑啊 還是會容易跑 因為其實 你假如加熱 那你不管是幫它 來切得反應 所以是你的反應 好我們現在想一下 這個是 水 水蒸發 是吸的反應 還是放的反應 它不是爆全反應 這事實上是怎麼樣 水蒸發 是吸的反應 還是放的反應 不過我們看起來這樣 這個密密空間 怎麼會這樣講 就是一個密密空間 這邊有水 好 水它慢慢蒸發 蒸發 蒸發到後面它不再蒸發 可是還有水 可是這種管道 這個水的量是固定的 這都是水不再蒸發 還是它是一個洞瓶的 洞瓶的 洞瓶的 洞瓶的嘛 蒸發數據等 凝結數據 對不對 好那水的蒸發 是吸到另一方的 吸熱啊 吸熱嘛 好 所以我現在如果等一下加熱 那它水會蒸發更快 還是會進接更快 蒸發更多 吸熱反應嘛 不知道不一樣啊 因為化學的反應 它 你只要給它熱量 它一樣就會反應 可是它 它不管是放下來吸熱 它的速度還會更大 對 速度對 但是會比較 嗯 好 我講說 比較容易比較容易 跟自己時間點來看的話 假如正常來講 就是說 咦 正常去平衡 我現在給人熱 是會 所以這條平衡線是比較靠右邊 還是比較靠左邊 還是比較靠右邊 還是比較靠左邊 靠右邊的意思是變 比較不容易平衡 它會擺一點平衡 靠左邊的意思是說 靠左邊的意思是說 它比較晚平衡 靠右邊的意思比較晚平衡 靠右邊 靠左邊的意思是說 比較快平衡 對不對 所以我給它熱的情況之下是怎麼樣 比較快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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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蛤 它是放這個滿硬的 蛤 蛤 靠左邊的意思 蛤 蛤 因為它會被打回來 所以應該會被打回來 所以應該會被轉回來 這是一個方法的反應 這是一個方法的反應 所以事實上它的溫度會 會 那我如果這樣講 這是一個環境的影響 我以前講解釋 用這個方法去解釋會有事情 但是我覺得這是蠻好的解釋 但是有些人覺得不這樣認為 就是說 基本上這樣 這是要維持一個外液平衡 維持一個大環境平衡 所以到剛才放熱反應的時候 我會給它熱的時候 事實上它會密推回來 它就不容易往這邊走 因為這邊就在放熱 如果給它更多的熱 它就不容易過去 那如果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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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假的就是衛能來 換個衛能來解釋的話 我們這樣子放熱出來 請問這邊的能量是高還是低 這邊能量是比較低的 這邊能量是比較高的 對不對 那我增加能量 我增加熱 那它反應是應該比較靠右邊還是比較靠左邊 左邊 對啦 我是相對的來講 我給它多一點能量 它就比較容易回到這邊來 當然最終它還是會反應完畢 最終它還是會反應完畢 最終它還是會反應完畢 那是很最終的星光效 但是 但是在這個反應過程 然後變成它阻止加熱的反應 放熱的反應 我如果增加熱的時候 它會阻止它的反應 但是我剛剛講的影片 你說不會啊 我把木頭拿去燒 噢 當然你也要講 可是你要它 任何反應 它要先突破一個高點 然後就要下來 對對對 你要突破一個高點 所以它不管什麼反應 它一定最初都是有點吸熱的反應 所以你加熱進去一定會只能量來反應 對 對 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說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我們不是指 我們指的 這個 任何反應 它不是所有的底率都是可以一起吃 就像我們講說 你把汗拿去燒 心臟會咬滑乾 它是一個方針反應 它會放很多熱 可是放很多熱之後 這個爐火已經很燒了 很熱了 所以現在它在給其他的汗 就是假設這是同樣兩個方針反應 這個熱是不是給它這邊來的 按照這個說法 是不是它阻止它反應 它就變慢 阻止它繼續反應 因為它是方針反應 事實上不會 事實上我們觀察的現象是不會的 對不對 好 這次媒體講沒有錯 但那個破壞 我們把它見不破壞它就反應了 但是這個事情 它講的比較像是 像是 第一個 沒有那麼高的能量放出 這能量沒有那麼高 第二個是 這反應速度不是很快 不是像你講說 一點點碰就燒起來了 不是這樣 是用很慢速反應的一個 這個 的線下 換來反應 這個時候你增加熱 事實上是延遲它 向 向右邊反應 所以延遲它向右邊反應 那你把熱拿走 再加上它向右邊反應 你只要把它增加熱 拿走了 就可以加上它向右邊反應 好 好 那這個東西 在 我之前看過影片裡面是講 像 像那個 秀 秀栓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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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深層那個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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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情況之下很難合理 不會說我們跟CO2又回去了 在燃燒的情況下不太會回去 所以事實上在這個合理牌 所以一般的合理牌 它事實上反應速度 跟這個來講是慢的 它放出來的這個並不是相對來講 相對來講這種反應來講是少的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你的改變 你的加熱 你把它放在一個溫度很高的環境 又放在一個溫度很低的環境 它的反應速度不一樣 動我一馬 怎麼樣 很難解釋到 我們如果給了熱的時候呢 這邊也會將它的反應往這邊走 這邊也會往這邊走 但是呢 因為它往這邊走就是放更多的熱出來 它放更多的熱出來 實際上它才放熱出來 它能過時它往這邊走多一點 因為它的環境增加了 它就不讓它不容易放熱 譬如我們講說放熱的意思是什麼 你要 好 我們這樣講 這是一個放解反應槽 我們要對它加熱 加熱的意思是 環境變 溫度變高了 對不對 對 溫度變高之後 所以這個反應 它要放熱 它放熱 它放熱是不是它想把溫度丟出來 對 把能量丟出來 可是它讓外界的溫度變高的時候 它溫度丟得出來丟出來 它能量丟得出來丟不出來 怎樣 怎麼丟出來 直接丟啊 它丟 它溫度比它更高 它還丟得出來 不好意思啊 這個又不是那個 我們在學熱 熱 熱血的時候 熱血就是它是靠 那個 抹物體的能量 比外面高 它才能有動 就是化學反應 它只要 它只要反應 它就會有熱 那熱 要去哪裡 那個解除學 就出不來啊 因為溫度比較高 它出就出不來 你 你知道嗎 我們今天想說一個 一個 不管今天是什麼樣的能量 今天就是為了 或是化學能 產生 你產生的能量 你這個能量要有出口 散熱 我們想散熱 問題是你沒有地方可以散熱 可是 為什麼只是外面溫度比較高 外面就不能散熱 在外面溫度高的情況之下 它是不能散熱 因為它沒有地方可以開 我們講能量的流動 這是能量流動 可是它散出來是能量 又不是溫度 沒有沒有 不管怎麼樣 所有的溫度 所有的能量在這時候 表情都變得不是溫度 那是要多高它才能 你只要你的溫度 比它的溫度高 比這液體溫度高 它就是上去不去的 所以一般來講 我提供能量 我提供能量 我所提供的能量 就是會造成它 溫度改變 對 但是你講沒有說 假如我的溫度 我這邊的溫度 永遠比外面的高很多 它能量就是給流的出來 我是反應的虛弱往這邊走 可是我只要加熱的情況 我加熱的溫度 比它的溫度還要高的時候 它溫度就出不來了 它反應沒有辦法提取 但是你講沒有說 我這個鍋子上面是冷的阿 我溫度是往上走阿 可是不是阿 它 它的能量 不是跟溫度沒有關係 它就是 一焦耳一焦耳這樣出來阿 出來以後它就會變成能量阿 對 熱能量以什麼方式 往外出過 它就用 等於熱能阿 對阿 阿 對阿 就是熱能阿 是熱能沒有說阿 熱能要傳出來 它就需要靠 就是 從高溫 從低溫跑 可是它 等一下 它就是 它就是能量阿 能量它跑到一個環境 它就會改變那個環境的溫度阿 對 它不是溫度的流動阿 你知道嗎 不是溫度流動阿 不是溫度流動阿 它不是 能量流動阿 所以它 不會說 你只要一邊能量比較低 它就出來阿 因為它就是不斷有在給阿 對阿 所以 那我剛剛講阿 假設這個擺音你試在一個 PB空間 它這個放熱擺音的話 試到在PB空間 因為它這個熱會影響它原來的反應結構 就是 你一開始反應的時候 你期望它的平衡只是在這個點上 在這個點上 但是這個熱會反過來影響到整個熱的平衡 它可能會往下掉 就好像會往下掉 這是有可能的 因為它變得比較不容易反應 它的熱會或是它逆反應回來 去吸熱 去把熱吸回 對 你看 你看這個 這個圖 它唯一 它有影響到就是它的活化能 活化能才影響到它對外界溫度 還有它的反應速度的問題 可是你不管怎麼樣 你只要溫度高 它的反應速度就會高 所以 影響它那個 影響它的平衡 更平衡的 只有說 除非有一個 反應過程的活化能比例 還要跟你講 它會有點難高 它更容易受到溫度影響 然後就會讓它反應速度更高 好 好 這個是 好 我們從這邊過來 講到這個反應是這樣的 用荒台解釋 我們這個反應 從這邊過去是 先爬一看 然後到這邊 這是平衡點 對不對 好 這是反應舞 這是生成舞 好 那我加熱 加熱 我現在在這個反應把它加熱 會不會改變它這個族形 它的 不會嗎 它的活化能並不會 因為我環境增加 它會改變它 對不對 好 可是我可以 在撞起的過程當中 可以達到活化能的比例會增加吧 好 因為我加熱了 它比例增加 同時間 我這個加熱要過來這邊 也比例增加了 對理論上也差點 但是我這個施放困難能量 跑去哪裡 就 碰得動嗎 快碰得動嗎 可是 假設 我現在這個 沒有地方讓它把能量釋放出來 我沒有地方讓它把能量釋放出來 它會去跑 可是我不懂什麼 就是沒有 沒有幫我把能量釋放出來 它不像說熱水 熱水如果在一個外面比一百分燒 它就是還沒辦法釋放出來 基本上就是丟能量 所以就是要 對啊 它就是丟能量 對啊 所以我現在 比較 不要 就這個反應來講 就我們講的反應來講 它可能沒有 沒有 這個畫面是那個度差是很小的 也就是它很容易過去 它很容易過來 它只有一天的能量 它就給它爬回來 好 所以當你放出來的能量 持續的給它 你放出來的能量讓它 讓它這邊的反應會加速 或者我們來換個頭一下 就這反應來講的話 這邊的分值對溫度的敏感反而更高 比這邊高 所以你的溫度出來之後 它反而會加速它反應回去 或是你從外面的加能量 你都會加 或者它反應回去 對吧 對啊 所以它會 你增加能量的意思 你這邊溫度增加了 因為它放出來的反應 所以這邊的表示它比較 能量比較低 那另外的是 你給它能量的時候 給整個系統能量的時候 它就會比較 往那邊反應 它對溫度來講更敏感 它對能量來講更敏感 對 所以它會反應回去 可是 這邊跟你想要講說 假設我先把碳 跟你講反應變成CO2 或是用手機來講話 這個反應是一個 幾乎是單向反應 我知道我沒有提這個例子 這例子你也提 這是我提的 對 而且 我們都要這樣寫的才對 就是說 熱會 會壓力 放熱反應的產生 嗯 我覺得這是不同的說法 可是 熱不會壓力 放熱反應的產生 熱不會壓力 放熱反應的產生 熱是會 增加所有反應的速率 不管是放反應 是的 然後只要反應了 它會生成熱 它就應該要整成熱 它就會生成熱啊 所以它持續對整個環境 對整個反應照明顯 所以 所以即便 環境上的溫度 很過高 我剛改了 但廣告我看會不舒服 我那都沒有很清楚 但它反應就是變這樣子 它就是 它是用 它是用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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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他開始反應 因為他表現他外面能量不夠 他開始往那邊反應 反應到他能量太 熱量太高了 他就迫著他反應回來 然後迫著他反應回來之後他吸熱嘛 從那邊過來就吸熱了 他把外面能量都吸走了 吸走之後他就開始放熱 然後他吸熱 他變成透明黃色透明黃色 他就不斷變化 那事實上這東西就是 你說他會壓抑 那事實上他就是會壓抑他這邊的反應 溫度變高的時候他這邊的反應就是會增加 這邊是被壓抑 你說不說的就會來 所以從結論來講是不是 如果我反應之後會放熱 然後環境已經過熱的時候 我大概就不會反應 而且身體會被壓抑回來 我撞到我都不會壓抑 不合理啊 像你說像太那個 不管只要他他該反應就是會反應 那他量在哪裏他躲熱他才會 因為你外的反應他不是溫度啊 你沒有一個人說外溫度可以壓抑他 沒有理 我知道你 我知道你說的意思是說 不管怎麼樣 我知道外溫度增加了 他所有的反應都會加速 對不對 那我只能說 或許我後面解釋的是 他被加速的比較慢 他被加速的比較快 對啊 可以這樣講 可以這樣解釋只有這個解釋 可是實際上這部分我很難證明它 因為我沒有辦法很距離 因為這很微觀的東西 我沒有辦法距離是說 他到底這個瞬間他才能做到反應 對 那就用邏輯來講 邏輯來講就是我們那樣子 對 對啊 OK 可以了 你可以接受的說法就這樣說 你加熱的時候 你增加熱量的時候 這邊的反應變慢 只是因為我們沒有邏輯去解釋 什麼樣的東西都變慢 什麼都變快 但是我們經過常理判斷 就是經過實驗的判斷 只要是這邊是放熱反應 我增加熱 我的反應就會向左 因為他是向左邊吸熱 他就把外面的熱吸進去 這樣說法會比較容易解釋 可是你說 如果我們去圍觀來看看 他說他這個反應是不是增加了 是 他就增加了 他數據都增加了 但是他就 一樣會反應嗎 就是說 發覺反應會不會反應是 只要撞到 撞得對力道夠 他就會反應 可是他現在會放熱 可是環境比較 環境已經過熱了 那他撞到還有反應嗎 還是會反應 還是有可能反應啊 還是有可能反應 但是 那反應出來熱 會到那個 會到外面更熱 所以應該是可以的嗎 就是 對 是可以啦 就是你持續不斷反應是可以啦 你就像太陽一樣 他持續不斷反應 他把熱放一直放出來 那溫度才會提升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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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提關度嘛 對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我要講說 當你 外面的溫度 給他的時候 應該說 影響的 兩邊的反應速度是不一樣的程度 好 假設 按照剛外成分要去解釋 就是說 我這邊的速率是 增加的速率是比較慢的 這邊增加的速率是比較慢的 所以它變回去了 它就把這個熱吸回去 把熱吸回去 那就是就 這種肯利反應來講是這個樣子 但是事實上很多的反應 我們講說絕對放熱反應 像比如燃燒反應 或者是像剛才的反應來講 這種絕對放熱反應的話 它事實上是 不受外面的影響 不受外界溫度的影響 它其實是不受外界溫度的影響 那它是持續放熱反應 那持續放熱反應 像這個東西是 你只要有溫度有影響的話 它兩邊同時都會影響 兩邊的速率同時都會影響 所以它會一可逆回來 休息一下 下午,下午,下午 下午,下午? 是嗎